無事不登山寶殿 好話說多的 其中必然有詐 小心把妳捧得高高的 下一秒 妳就粉身碎骨 我覺得Jazz就掌了一副 給我錢 給我錢 而且她希望老闆跟她講的話是說 妳用心很努力 妳願意嫁給我嗎 後來有一天缺保全妳知道嗎 公司沒有妳不行啊 結果她就拿那個警符 拿到那邊當保就好 所以妳這樣嗎 所以是妳穿 其實我真的超擔心她的 主管對妳說 公司沒有妳真的不行 這個有時候是很大的地雷 我一個朋友 他是中小企業的一般基層的員工 那他爸爸退休 那領了大概一百五十幾萬的退休金 那有的人藏不住秘密嘛 他就在公司到處講說 反正我下半輩子好混了 這個一百五十萬我爸也花不了多少錢 那將來就是我繼承了 講到老闆也都知道了 有一天老闆 憂心重重的把他叫我來辦公室 說這樣子好了 其實妳在公司也這麼辛苦 其實我們公司準備要擴大 我有一個新的一個優待資深員工的方法 乾脆你們都成為股東好了 都來投資 那那員工覺得受損若欽 可是因為他一個月薪水三萬五的人 怎麼老闆會這麼看得起他 他說可是我自己沒那麼多錢 老闆就說 欸 不是啊妳爸爸不是有一百五十幾萬嗎 什麼啊 我老闆說 哎唷 打入主意啊 對啊 什麼啊 這老闆 那是蔡修青 我那朋友那時候還算年輕 這老闆一百五十萬都要 都拿不出啊 有問題耶 其實那個公司已經財務遇到困難了 有多少算多少 很多老闆你不得不佩服他 他三天前可能在澳門賭書前 三天後回到公司 還可以鴨子滑水若無其事 然後還可以到處 這裡偏一點 那裡偏一點 他就是有這種本事 然後呢這個員工呢 因為那時候 那個也年紀輕輕的 你知道 其實我們以前都放過這種錯誤 人家說要找我們投資 然後金額不是大到離譜 你總覺得說 以後我就是股東了啊 我就是老闆了啊 什麼等等的 那這個員工在 我那朋友在猶豫的時候 老闆跟他說 哎呀你看 你來投資嘛 你就是股東了啊 欸 人家升官說 經理 總經理 你要這個幹什麼 你就是董事會的成員了 哇 他直接把他升格成董事了這樣子 好 鬼迷心俏 我這個朋友回去呢 跟爸爸呢 鬧革命了 爸爸畢竟保金事故 公務員退休的 哪有那麼蠢 爸爸說 兒子啊 這個有可能是騙局啊 你不要去相信這種事情 那個兒子 想當老闆 想當董事 想瘋了 逼他老爸 一定要把錢 錢那個拿出來 好 意思就是說 爸爸你不給我這個機會 那我這一生呢 可以成功的機會呢 就要贈送在你手裡面呢 我要跟你斷決父子關係 什麼就講一堆 那爸爸都已經腦淚縱橫說 兒子啊 這是爸爸的棺材本啊 爸爸以後就靠這個了 那個兒子說 你150萬 我幫你賺1億5千萬 都弄西弄了 到最後幾乎是半強迫 那個提款單拿來 幾乎是抓了老爸的手 你給我簽 印下去 沒有 拿蓋子 不是用手印的 沒有 用印下去 把 100 你的壞腰欸 好緊緊 把150萬提出來 弄到公司 真的是喔 人世間真的太悲慘了 那個公司短短15天之內 15天 有一天員工要去上班的時候 好可憐喔 門已經深鎖起來了 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已經跑路了 已經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因為他賭出錢 定價錢裝借一堆錢 人家已經 都已經要找上門來了 欸 你跟爸爸 那錢也是跑路錢 跑路錢啊 然後爸爸那個 那個半生畏國付出 然後那個一點微薄的 那個退休金 就這樣子 DISAPPEAR DISAPPEAR 有這種壞的臉 有 當客戶跟你說 你真的了不起 留你真好 會啦 這個 因為這種話聽了 還是 身體會飄起來 玉琳哥喜歡聽泥湯 你父也是喜歡聽泥湯 我也是 我還宣誠 有一段時間 經濟公司 對於這個員工跟公關公司 過當的應酬呢 就有相當的限制 是為什麼呢 因為就常常出過很多包就是 特別是那種 剛加入經濟公司的人 那種他也沒見過什麼四面 可是手上掌握有大牌 那公關公司呢 常常要找藝人做代言嘛 比方說某公關公司 要找黑人做代言 那好啦 那黑人的公開價碼是五百萬 你這麼貴喔 比方啊 不是一千啊 賣小孩啊 五百萬 就發生過什麼呢 公關公司 還不是老闆出面喔 公關公司呢 那常常會應徵很多那種 美女型的公關人員 因為事實上有時候跟人家互動 是美女比較會吃香 真的 有差喔 好 門面 美女 公關公司的代表 找了經濟公司 新進的員工 可能就有點宅男宅男那一種的 欸 隨便啦 隨便約在咖啡廳喔 那個員工就忙叔叔了啦 忙叔叔 這麼也厲害 就是沒見過四面啦 結果魂都飛了喔 對 然後這個公關漂亮小姐呢 就哥哥 一開始這個員工還會 還會清廉致辭 我說什麼哥哥 不要哥哥叫哥哥就好了 有沒有哥哥 哥哥 然後女生繼續在那邊哥哥 哥哥 那個嘛 那個五百萬太貴了啦 我們真的就只能 只能有四百萬的預算 那你回去處理一下 那一般 還在清醒的時候都說 可是這不是我能決定的欸 這也要問問黑人啊 再看我們老闆的意思啊 不是我一個人說的就可以 然後這個一定 公關小姐一定繼續灌米湯嘛 說你真了不起嘛 有你真好嘛 你一定可以搞定的嘛 然後暗示說 你幫我那個啦 以後我們 嘿嘿 還有很多什麼 嘿嘿 嘿嘿 還有 還有 好委屈喔 還有很多互動 嘿嘿 那這個 這個新進的員工呢 他就整個神魂顛倒 他已經在幻想美好的未來 覺得說好像幫他喬成這個事情 好像跟他可以進一步的來往 還是怎麼樣的 回去呢 開始編故事了 平常工作能力沒那麼強 這個時候呢 因為荷爾蒙分泌了 腎上腺素發作了 哇 整個感覺都來了 他就 先對黑人下手說 黑人哥 那個喔 我覺得四百萬可以接 為什麼呢 因為他答應我說 廣告量啊 曝光 對 而且三年 連續三年都要找你 我們不要太想聽你 先說四百萬 他少一百萬有什麼關係 合理啊 你就先接了 後面呢 人家源源不絕 我跟你打包票沒問題的 那黑人這個時候呢 又去跟老闆講說 欸 老闆 OK啦 那個 阿偉講的東西 阿偉講的 我覺得是心得通啦 不要亂講 他在偷問啦 還問這邊 欸 剛 講了什麼 真的 真的 你讓我們講 還問這邊 那不小心也被你中槍了 但我是舉例啦 其實因為阿偉正好在幫你處理嘛 那個阿偉講的 可以四百萬 我們也不要都死要錢啦 少一百萬也不會 我們要塗的是後面 人家到時候亞洲地區什麼 講一大堆 四百萬就接了 結果呢 到後來就發現說 從頭到尾就只有這麼一次 他黑人用四百萬 去接了這個代言以後呢 從此以後呢 十年之內 再也沒有碰觸過這家公關公司 也沒有所謂的這個廠商了 就等於是幹嘛 去做王八的啊 你恭喜我一些回憶 你過去也有這種案例過嗎 當時去年 北京擠花好像有一點鬼 逸林哥弄得下 不是啦 阿偉對不對 真的嗎 是不是告訴你說 先這樣接了 後面還有很多 結果呢 從頭到尾就那一次 再也沒有文問了 沒有錯 我還看他跟那個對方微薄 互衝頻繁 對 而且他跟對方見面的時候 還會比這樣子 不知道什麼意思 是不是 不 Open OK了啦 OK的啦 不會啦 有的時候不能誤會人家 有的時候 think 有的時候經紀人也會被廠商騙 廠商跟他講說 今年 明年 後年 通通都給你們加了 好 那我們有時候人際關係 不可能四次到簽約嘛 沒有想到那個廠商也是在騙 不孝廠商 對啦 也會有這種事情 那到底去年北京那集團 沒事 阿偉OK的 阿偉 沒事 倒是你的小陳怎麼樣 你的小陳很乖